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個當時 其實這兩位泰國移工 他們不是睡著的 也不是喝醉的 他們是非常清醒的 甚至你可以想像這個車傻 他在廁所 他是多麼清醒的知道 他是多麼的遺憾 多麼的痛苦 多麼的後悔自己來到台灣工作 然後被困死在這場 他根本就不應該發生的大火當中 鏡棚燒掉的宿舍是位於工廠四樓的頂樓 在這個四樓的那一層裡面總共有越南 泰國 菲律賓 大約將近有三百個人 而其中泰國是最多的 大概有一百八十個人 而各位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是泰國這一區域的宿舍的平面圖 那大家可以看到 祕密密密密密密瑪阿被分成十六間 每一間住的將近十到十六個人 而重點是 這每一間的宿舍 全部都沒有對外的窗戶 而更離譜的是 在這麼多人住在這裡面 它只有一個出口 大家可以看到它只有一個出口 是對外的樓梯 就只有這麼一個出口而已 96%的廠工 其實都是在這種廠住 不分離的狀況下居多 更有一些宿舍 根本就是在廠房內 在鍋爐旁 在儲存藝人物的倉庫裡 所以我們要求廠住要分離 第二個部分 所有相關的資訊 包括這麼重要的保命資訊 都沒有任何多國語言 讓這些移工可以知道 這些相關的訊息 得以保命 這個標準從來沒有公布 這個標準也從來沒有多餘 就像所有跟移工相關的法令 從勞基法母法就業服務法 今天主管我們這個整個勞政的中央主管機關 對於移工在八個移工 在半年內的死亡 我們到處的陳情抗議 到目前為止 一句話都不堪 一個字都沒有正式的回覆 請問桃園勞工局去做勞檢的時候 難道都沒有好好的檢查 如果你該開罰的該罰 該禁的禁止 難道這兩名移工六名消防會因此失去生命嗎 非常可能當潘伯旁他在最裡面的房間發現 火災已經發生的時候 他已經跟北京來不及逃生了 所以他被發現的時候 他是沉屍在走廊上的 這是其中一位泰國勞工 而另外一位泰國勞工叫做車傻的 42歲的車傻 他的房間是在位於中間這個地方的三號房 但是他被發現死亡的地點是在廁所 為什麼是在廁所 我們在跟家屬接觸的時候 車傻的女兒 他給了我們一張他當時的通年紀錄 根據上面的時間 這是泰國的時間 換算成台灣的時間 大約就是九點半到十點半之間 請各位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 這代表 當時車傻他是非常清醒的 他清醒的知道 整層宿舍全部都沒有窗戶 只有廁所有窗戶 所以他拼死的也要到廁所 看看能不能有機會逃生 然後他到了廁所 發現廁所他真的逃不出去了 怎麼辦 他只好想辦法打電話給他的女兒 生命的價值 不應該用金錢來衡量 那其實我的心情非常的難過 因為我們死了六個消防員 但是我其實看到蠻多的言論 是在討論關於移工 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六個消防員要為了救這兩個移工 進去喪失生命 為什麼國家要發一個人兩千多萬的輔恤金給消防員 那我們的移工上升在裡面 他們是不是也要這個輔恤金 這些移工之所以會在這場火災裡面死亡 其實有很多的因素是出自於人謀不章 出自於雇主的成本考量 所以如果要我們來算這筆帳 我們覺得就連消防員的死亡 都必須要算在雇主的頭上 當然政府則無旁貸 我們認為你政府身為一個要站在第一線 去做好這些監督 做好這些管理責任的 你沒有善盡你的職責 你應該要付出你的 你應該要付出責任 你要讓他負起你的責任 當這個社會 從法律 從制度 從身份 都不把移工當作人的時候 對於資方來說 他就不是一條一條的人命 而是一個一個可以被計算出來的數字 那我們目前今天要去修正 就是外勞生活照顧管理 服務計劃書裡面相關的一些 訴訟的內容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剛剛講的 這個管理所做的這個廠住分離的部分 他有設立到經濟部的一個工廠管理 還有就是內政部 他的一個慶安的管理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整個通盤納入一個檢討 這是有關廠住分離的部分 那第二個剛剛有提到 生活照顧管理服務計劃 除了要翻成多國語言版本 那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已經會去做 相關的一個翻譯的作業 那這個東西翻譯完之後 我們會放在我們的權益網站上面 供外勞知識 也會透過相關的一些 宣傳網道去做一些相關的宣導 細卡這個案子使了八位移工 靜蓬這個案子使了兩位移工 依據現在法令的規定 就府法規定 照理講 他們應該就這個死亡案件 地方政府要有罰款的這個責任 中央政府要有廢紙 聘僱許可的責任 請問這兩個案件 有多少聘僱許可被廢紙了 有多少罰款被罰了 我這邊簡單說明 因為桃園市政府說 因為有關進捧的部分 目前 警察官還在調查 那這個部分 行政責任跟刑事責任是不同的事情嗎 這個相關應該知道吧 我知道 但是因為我們要先 我這邊是要先去了解說 台灣是政府他們在第一線的財處結果 那我們這邊會再做進一步的虛擬 所以目前還沒有任何動作 第二個我想請問 另外我想請問 全台灣有70萬的移工嘛 將近70萬了 67萬8千多 那請問全台灣的外勞查查員有多少人 總共是274位查查員員 好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再怎麼查查 這中央主管機關的督處 所謂雇主應該佔盡責任 我們在這兩個案子裡面 就看到 細卡案 去檢查了認為合格 進捧案 甚至連檢查都沒檢查 七十多萬人 如果扣除家務工二十幾萬人 有四十幾萬人是 那個事業的 企業的這個移工 四十幾萬人 請問兩百多人如何去檢查 有關員額的部分 我簡單說明 因為我們近期會召開 因為這個員額的部分 我們也在檢討 所以我們近期會召開會議會 針對這個員額的部分做一個檢討 好 那我再回過頭來 就這個科長的回覆 關於宿舍 請警察不要照樣走 我們還被罪話完畢 你們不讓我們進去 我們才必須站在這裡 環境的工商的勞工的跟移工的 這事業團體可以一起跟大家開會嗎 主體可不可以在裡面 我們近期應該會做相關的檢討 那開會的部分呢 目前我們也有相關的一個規劃 到時候會通知我們參加嗎 這個我們再等進一步的那個 所以不見得會找我們參加 這個我沒有放在這邊先承諾你 有發小冊子 但大家不見得拿到 對 我有發那個外療手冊 裡面針對一些比較重點的部分 是有翻成四國語言 對 所以條文都沒有嗎 呃 剛剛是講的那個生活財務部分 我們會先去做那個多國語的翻譯 那這些所有這些事要一步一步的翻譯嗎 可以可以有個期限嗎 呃 因為目前其實我們 因為已經二十幾年了 我們的會老手冊其實已經有把一些 會老手冊不見得每個人都有中間會收走 對 但是我們在入境的時候 網路上不可以嘛 入境只有30分鐘 包括說明 包括寫單子 包括前資料 大家根本不知道他要發的是什麼 上冊就被收走了 為什麼不能在網路上就條文做公佈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手冊他也有 我現在就講說手冊沒有用 網路上才有用 至少大家可以想辦法上網 這個可以做得到嗎 我們就可以納入演繹好不好 消防員這五年來死了幾十個人 移工這五年來也死了幾百個人 我們都會講口號說 我們不要再讓這個事情發生 但是我們有真的行動嗎 還是大家這樣繼續事不關己的過自己的日子 然後看著事情繼續發生 如果我們再不改變我們的態度 再不去改變我們的思想 再不去改變我們的心態 總有一天 我想台灣會變成一個移工不願意來的國家 好 我也有幫忙 我們還有burden 超 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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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一個